嗨 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木木的微信群 你可以扫码入群 跟大家一起讨论股票上面的问题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或者分享 你在股票上面赚了多少钱 或者是亏了多少钱 炒股不是为了赚钱吗 亏了钱也不要紧 你说炒股票的谁没亏过钱 因为股市就是有那么大的风险 所以投资一定要谨慎 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和总结 然后大家分享出来讨论一下 为了下一次再次入市的时候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那我现在用来看盘 和做一些股市上的交易 都只是用手机 那这个APP可以在下面的链接里面点开 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教程 就是教怎么样去下载这个APP 怎么样去填写资料 还要怎么样把它从英文变成中文 然后你都可以点开那个链接看看 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加小助理的微信 然后在微信群里面 他也会天天会分享一些 当天的一些总结 还有各个行业的一些排名 所以这个微信群还是挺有用的 那小助手的总结 那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还有就是声明 我不是专家 我也是个小白 我是最近才刚刚开始 要学习怎么样去炒股票 为什么我在这个节骨点 要学习炒股票呢 一是因为今年股票 真的跌的有点多 我觉得再等一等 就差不多是时候入手了 很多人就说 现在可能就已经可以入手 但是我不太确定 因为这东西实在是有点 宏观的东西太不好讲了 政府随时都可以U-turn 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们真的是拿政府没辙 那有好几个大的油管博主呢 都说现在可以开始 无脑定投了 但我敢不敢呢 我其实还是不太敢 因为我之前的经验 就是真的是亏到 连渣都没有 所以令到我有点点害怕 那既然要投的话 我们还得选一选 到底哪只股票值得投 千万不要像我之前那样子 就投了一个 马上要倒闭的公司 那既然是要投 我们就得选股 于是呢我就把油管上面所有关于如何选股的YouTube都翻了一遍 就最能令我懂的就是小林的那只视频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如雷灌顶 我为什么我当年没有看到他的视频再去选股呢 不过他视频出的有点晚啊 因为我都已经亏晚了 他才出的这个视频 那小林的这只视频也是我看过最简单易懂的视频 他把选股比喻成丈母娘选女婿 那我也有女儿 等我女儿大了 我可能也是用最俗不可耐的方法来挑女婿 那我们都有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脑门一热 然后就结婚了 其实根本不是对的人 那怎么样去选一个好的女婿呢 帮我的女儿筛选一下 到底哪一只是好股票呢 那小林用到的就是核心三加一法则 那等一下我们也来一条一条过 一条一条筛选 然后在我们的手机app上面看看 能不能把它一条一条的给筛选出来 首先我们就要看他的工作 也就是收入情况 在股票里面叫做盈利能力 profitability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毛利润 growth profit 就比如说我那把买家用来砍叶子的刀好了 我的卖价呢是20块9毛9 那减去这个成本 其实成本有很多 比如说产品成本 包装成本 运输成本 销售成本 等等等等 大概是14枚刀 那我的毛利呢就是6块9毛9 那什么是毛利润率呢 我们同样还是拿我自己的那把刀来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 我的毛利是6块9毛9 已经减去这些成本了 杂七杂八的 再除以我的卖价 20块9毛9 就是我的毛利润率 只要是大于30%就属于合格 那我们再看一下净利润 net profit 其实就是减了肥的毛利润 那毛利润我们刚才都算出来是6块9毛9嘛 那减去税和杂费呢 大概是2块9毛9 那净利润大概就是在4枚刀左右 那净利润率呢 其实跟毛利润率是一个概念 就是你把它的利润 除以这个产品的收入 也就是它的卖价 净利润率是大于20%呢 比较理想 那还是要看行业的 那这个选股神器在哪里涨呢 其实是在市场 你点一下市场 有点像漏斗一样的 然后点一下它 你就能看到很多热门的策略 像什么低位金叉多头成长 高盈利高增长 高质量盈利成长低杠杆 可以再换一批 看看有没有能够懂的 好像有一个懂 就是巴菲特策略 但是呢我们等一下再看它 那我们现在自己先自己创一个 就是怎么样去找这个指标 你看这边一堆 我们就能找到一个盈利能力 在这里再往下滑一下 滑到我们能看懂的那个 也就是毛利率 在这儿输入一下30 因为我们是30%合格嘛 你看到它就出来3000多个结果 可以点一下查看一下 这个就是只有一个毛利率多的 这些公司的列表 太多了 实在筛不过来 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下一个 第二条就是要看一下财务状况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有没有债务 虽然很俗 但是非常重要 不能小看这一点 你说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其实都还好 关键是别背太多债 不能资不抵债 那我们来看一下流动比率 也就是current ratio 简单来讲就是资产除以负债 那用专业点的语言 就是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除以流动负债 current liability 如果资产比负债要少的话呢 那这个值就会小于1 所以就是资不抵债 那理想的状态呢 是要大于1.5 也就是150% 那这个流动比率呢 是在偿债能力这一栏 这边我们可以打出150 150%到1000%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找出 就是大于1.5的这个值了 那我们看看一共有 2000多个结果 所以还是太多了 继续要到下一个 继续去筛选 还有第三条 就是这个潜力股 是不是已经被炒得高不可攀 一堆女娃都趴在那等着她 那你说她心能定吗 就算她心定 我这个丈母娘心也不太定 就想说她现在已经那么好了 那你天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她就不是一只潜力股了 这个就要看到市盈率 台湾那边叫做本益比 也就是PE 那有时候人家叫PE ratio Price to Earnings Ratio 那这个概念呢 非常重要 因为呢 它就是股票的价格 Share Price 除以美股收益 Earnings Per Share EPS 那为什么说本益比PE 是非常重要呢 因为就是它是关乎于 美股的股价 是等于多少 因为美股的股价呢 是等于美股的净利润 乘以PE 也就是这个市盈率 那简单来讲呢 PE就是你买了一股这个股票 你需要多少年 它才能回本 我又去网上搜了一下 标普500的PE ratio 历史记录啊 你看每一次高的时候呢 它都会掉下来 像2000年那个时候的 Zakam Bubble 互联网泡沫 到了08年的次贷危机 然后它这个已经穿到 表的上面去了 根本都看不到是在哪了 然后呢 当然如果上那么高的 一定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这次呢 其实没有上到很高 然后也都掉下来了 为什么很多的大V 也说现在可以开始 无脑定投呢 感觉这个PE ratio 已经掉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了 那在Mumum的APP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估值指标 这栏里面就有市盈率 它有一个静态的市盈率 和一个TTM 那静态的市盈率呢 就是总市值除以净利润 我们能看到说 这个数值是一个静止的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是静止的呢 那其实股票价格 每天都要变动 直乎上面说 那动态市盈率 有可能是可以预测 该股的未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TTM市盈率 TTM呢 就是以一年为周期的市盈率 也叫做滚动市盈率 以最近报告的12个月 4个季度的净利润 和美股收益的基础 来计算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TTM的市盈率来看一下 那这儿能找到市盈率TTM 那这边呢 它已经给你选择了 有小于5 小于10 小于15 那我们就选个小于15的 来看一下吧 就能看到现在的结果呢 就只剩下500多只股票了 那可以滑一滑看一下 有什么 科尔百货 哇 这个掉了好多呀 这些股票都可以每一个去研究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点击它的资讯这一栏 然后呢 就有一些英文的 带有中文翻译的这些新闻 就可以每一个点开看一下 那其实它都已经帮你把这些 Title 就是它的标题都已经翻译过来了 科尔首席技术和工艺链官保罗加福尼将离职 科尔百货的一天都出好多个消息 所以每个都要去读一读看一下 那上面还有一些分析之类的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往下滑 指标解读 它这边就有一个积极的信号了 那我们再看看往下哈 但是它的分析之评级 你看不是很好啊 就才3.2 它没有到强力推荐 但是可以考虑了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股票 那有了这个列表呢 我们就可以足够去分析 它的品牌够不够响亮 网络效应够不够好 是不是还在上升期 有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行业内的巨头 还有就是 它是不是有很高的转换成本 那一旦获克成功 这个用户年度够不够 是不是天天都上去看一看 还有这些公司是不是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那股市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我们现在也只是去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MuMu它这个里面的选股神器 用的是哪一些数据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而且这个功能就是你设置好一次 你下一次再去就点一下 它就出来 符合你之前设置标准的这些所有股票了 比如说你想点走的话呢 它就会让你选你是要放弃这些指标的修改呢 还是要保存 那我现在就可以保存 可以叫做小林核心三 OK那下一次呢 我在来的时候把它点开 那就自动把这些股票全部都筛选出来了 那其实小林那支视频里面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护城河 那护城河呢非常难弄 就是说你每一只股票 你都要去减矿这个地方 要点一下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们要看看比如说这只股票它是跟矿有关的 而且是在菲律宾那边 总部是在澳大利亚 每只股票都要去研究它所在的行业 还有就它有没有专利 那这个矿的话估计就没有专利的问题 如果它拿到了一个最好的矿产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个护城河呢 总之非常的繁琐 选股呢 我们把最基础的核心的三个东西选出来之后 每一只股票都要自己去慢慢研究 这非常花时间哈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巴菲特策略好了 那看看巴菲特的策略里面都有什么 那选了这么多只股票 看样子好像都不错啊 那在哪里能够看到它的指标是怎么设置的呢 要点一下下面的这个修改设置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了 在估价指标这边 流通市值要大于五个亿 就是说它要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不能太小 因为小公司很容易倒 那再来就是看到盈利能力这边 那它设置的也是毛利率要大于30% 就这一条而已 那还有就是成长能力 净利润增长率要大于6% 成长能力这边呢 它其实有两项 第一个是净利润增长率要超过6% 还有一个叫往下滑 是ROE同比增长率要大于等于10% 那ROE又是什么呢 ROE就是Return on Investment 那中文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那巴菲特也曾经讲过 如果只给他看一个指标的话 他会选ROE 也就是净利润 Net Income除以净资产 Shareholders Equity 那举个例子呢 那我们还是用同一把小刀 我们开了个刀厂 然后每年呢 这个刀厂能有1万的净利润 投资人呢 一共是投了10万去建这个厂 怎么算这个ROE呢 就是用1万除以10万 达到了10% 那也是达标的状态 ROE反映的就是股东投入的收益水平 越高越好 要是低于10%的话 就跑不赢通胀了 那还有一个是现金流这边 现金流它的营业利润占比 要大于70% 那营业利润占比 那它反映的到底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主营业务收益 在企业整体收益中的占比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企业它有没有专注 在做它主营的业务 有没有不务正业 那如果小于50%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经营结构不合理 会产生预警信号 那用巴菲特策略呢 也是有很多个股票啊 那怎么样去看 营业有多少股呢 你可以点一下修改指标这里 然后一看结果是700多个 那700多个我怎么选呢 这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特色指标 我觉得也挺好的 比如说现在这只股票是属于超卖的状态 那结果就少了很多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股票里面 有没有你喜欢的你相中的女婿 那还有呢 严重超卖 我们看严重超卖的只有一个 那就更好选了 咱就只研究这一个是到底是什么就好了 那上面写的是 Industrial Logistic Properties Trust 这感觉是跟运输有关啊 那我们再点一下简况 看看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工业物流物业信托 是一家拥有和租赁工业物流物业的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 这公司的年龄好像有点小啊 是个小女婿 感觉好像不太稳定 不是房地产的话 这个大家都说可能会调整价钱嘛 所以呢 就暂时先不看它好了 我们先不看这个严重超卖的 那也希望丈母娘 丈母爹们给自己的女儿 选到一支最好的潜力骨 为女儿后半生的幸福 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 但是事实无常 就算一支好的潜力骨 它某一天可能也会变成一支垃圾骨 所以呢 运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骨场如赌场 我妈就跟我说过 婚姻也是一场赌博 小赌一情 大赌乱性 别拿太多钱去赌就好了 所以还是要教育女儿 自己还是要有赚钱的能力 万一某一天 这个潜力骨变成了垃圾骨 你自己也能养活自己 那这个月呢 母母 只要完成任意金额的入金 就送你五股免费的股票 只要存一分钱 她就送你五股免费的股票 存两千块钱 就送你十股免费的股票 她可以来玩一下这个选股神器 搭配一下自己喜欢的组合 看看能不能选到一只 你喜欢的潜力骨 未来女婿 那这个选股神器 我们爸爸又没有的人 那就找你过来